這條是我第一條的VLOG 到現在我都不太會發音VLOG VLOG 不是VLOG 為什麼會突然間做這些東西呢? 是不是太空了? 我覺得不是太空了 人是要進步的 你不可以永遠停留在一個階段 由適逢地我將會出第三本書 而第三本書的方式是用日誌寫的 我覺得可以繼續維持這件事 就是做VLOG 因為大家看片段都會看到我平日煮東西 又或者去旅行 介紹一些飲食食的東西 有時候會介紹一下餐廳 反而另外一些我覺得可以去承接 我在我本書裡的方式就是一些日誌形式 即是一些感想的東西 在那裡聊聊天 即是一般經常去做Live Live其實我試過幾次 但那個… 那個…怎麼說呢 那個…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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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interaction 又好像沒有 因為很多時候是… 你看完又未必會… 即是我做Live 但你又不會看到我… 所以… 所以… 還有做VLOG 簡單一點 很多東西不需要特別地寫 當然 當然 你又要想的 你不是說你喜歡拍啥就拍啥 不是說今早起床了 我吃這個早餐了 我吃這塊多士 然後… 午餐時間要吃什麼 然後… 下午我做preparation 我要準備去教班 然後… 我教得好東西 回家好東西 吃飯 沒東西吃 很悶 所以我希望… 呃… 都… 隨身得來 是… 有東西拍的 很厲害 剛剛有條新片 他按了手播仔 立刻Live 在那裡播 那些… 那些… 手指公啊 心心啊 是渣渣的聲音 嘩… 去到4500 即是現在有4500人 4600人在那裡看 OMG 我自己呢 不敢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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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家就… 即是… 已經… 做了很多年了 那… 我只不過做了兩年而已 對不對 我今天做了幾件事 那個Vlog 還有我之前在Facebook 我有個群組 叫做西餐 S-A-I-C-K-A-N 做了一年 讓他自己去做 那個… 那… 那… 最後一年 我覺得是時候 都要轉變一下 於是呢 我就把它改名 叫做會美武空 大家可以參加一群組 那群組是做什麼呢 都是讓大家分享一下 一些食譜 一些飲食的資訊 一些互相交流的東西 對 有興趣快點加進去 我沒怎樣做了 沒怎樣理會這個群組 整個整個多好 也有三百多人進去 這就是我的YouTube 好了 記住 你打這個名字就找到我了 我現在只有二百四十三 但不要緊 我現在才開始正式做 我花了很多心機 一年去學做YouTube 我分開了入廚篇 入廚篇就是 跟大家說下煮東西 還有 我已經跳出了 只是做奧葡萄菜 你見到我 有說一些日常的東西 大家比較貼的菜式 例如 教你怎樣做一個很滑的炒蛋 剛剛 昨天就放了一個 日式的碎蛋三明治 然後是飲食篇 飲食篇就是 介紹一些我很喜歡吃的食物 餐廳 然後 生活篇 生活篇就是 可能說一些 離開了香港的東西 例如 例如 我剛剛放了 昨天就放了 在家荷溫泉的東西 之前我們五月的時候 去了葡萄牙的 資訊 我這日子 這個 這個 會比較個人 是說一下我自己的東西 那我會把我的Vlog 也會放到這裡 那當然還有我的IG 就是我的IG 就是我的IG Instagram 最近開始做多了IGTV 如果你們看我的影片 除了在Facebook 你可以在IG 也可以看到 在Youtube 也可以看到 對啦 第一條Vlog 就這樣說一下我自己 挺好的 哈哈 暫時我做了 就是 踏足了這個朋友 已經成了 兩年多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就是今晚 就是 有些感受就是 之前有位同學 經常跟我上課 但是 啊 沒有見他一段時間 後來知道他 原來 身體好養 然後 現在還在外國 休息 突然間有很多 感觸 啊 真的覺得 哇 對啦 你知道我想說什麼 哈哈 不知道可能這段時間 嗯 亦都不可以否認我 沒事的 有時候會對於很多 人性的事情 會更加有心惡的體會 然後 在整理相片 突然間 看到 啊 這兩年的 烹飪 很多照片 突然間 看到 各位同學 咦 對啊 之前他跟我說他不舒服 然後 響 有傳訊息給他 啊 做Vlog 有一個好處 雖然你要想 你要計算 你要計算 你要想你的訊息 但是 他可以更加隨心一點 你看 所以看到我 還是 被你看到 哈哈 我現在在我的私房裡 這樣 對著電腦 突然間 突然覺得 不如拍照片出來吧 就是這樣 這就成為了 我正在拍的Vlog 我不會去做Editing 希望你們喜歡 有些什麼想看 有些什麼想知道 告訴我 好吧 我會在我的Vlog 跟大家分享